好的 谢谢思贤 另外呢 阳明山上风雨这两天也很大 而中式新闻就直击到了 有一名加油站的站长 还是坚持要骑车上班 结果就在我们的镜头拍摄时呢 他被强风给吹倒了 当场膝盖受伤 中式记者跟驾驶赶紧上前帮忙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再骑车了 而受伤的店长又坚持要上班 中式的采访团队干脆载他一程 麦德姆速度加快 越到晚上呢 这个风雨越来越大 尤其在山上真的是寸步难行 非常危险 甚至还有机车骑士 因为风雨太大而跌倒受伤 再看一次因为风势强劲 机车骑士原本就骑得险向环身 原本想刹车暂时避雨 没想到不小心催到油门 当场往前打滑 风大雨大的山路上 就这样跌得一身伤 一度爬不起身 全程募集的记者与驾驶 赶紧上前帮忙 坚持夜班不能缺人 已经跌伤的驾驾站站长 台风夜还是要上班 但是山上的风雨骑车 已经是不可能 最后搭乘采访便车下山上班 而山上的超厢与素食店 也都在大门与窗户玻璃上 贴满胶带 预先做好房台准备 准备也准备过 不用做一点点 第五一桌 窗户管起来 还好还好 这边住很多年了 比这个大的台风很多 麦德姆席台在东部地区 已经带来强劲风雨 提醒民众 防灾准备千万不能少 记者有点家会 许一环台北采访报道 理解人了 回省 袁 好 走 路